桃园机场丑闻连环报 都岛从上班喝酒到性骚扰 不过交通部现在却怪罪立委怎么每日一爆料 甚至还说因为都岛每天要对官员送网营来 是工作太重才要检讨 立委就大骂这是太官僚 交通部现在改口了 说性骚扰案这两天就会查清楚给大家一个交代 都岛上班喝酒还涉性骚扰 航站丑闻连环报 交通部却怪立委干嘛每日一爆 此刻甚至说是因为这都岛每天要对官员立委送网营来 工作太重才该检讨 对啊那个都要检讨没有错 全面我们是在全面改善 如果他能够更有效的更快的把他东西一次讲清楚 我们可以改善的更快 假如你们没有一日一闭案的话 那就不会有人一日一爆 那这个真的是最典型的官僚本位主义 自己不能有效管理查弊案 竟然有脸要别人有效爆料 就怒下交通部登门道歉 话改成这么说比较好 有些误会我感到抱歉 酒从哪里来 是 他两三天就喝酒 我们是默契喝人家那没收的 原本人家指控性骚扰 民航局副局长竟然还在旁边笑 还说不知道要查多久 现在压力下速度快不少 民航局的申诉委员会呢 已经开始要做这个调查了 那今天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跟大家再说明 犯错了 还牵扯什么宋王迎来 还骂立委 怪爆料 拿人民纳税前的大官 最好把皮绷紧做好该做的 少来官僚那一套 比较好 你明明照意思